大学前夕 几乎可以确定 晚一久会到学中头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充满了一片乐观的气氛 我们对于台湾的未来 描绘出一个非常光明的远景 我想大概就长了没有喊 这个股市要上万点 结果呢 结果就是今天这个样子 那么到底 为什么我们会犯错呢 我想有一个非常方便的理由 可以拿出来 那就是美国的时代风暴 到今年9月扩大变成金融海啸 然后开始侵蚀实体面 这个是全世界没有人预料得到 所以当然我们在内 因此当全世界的经济都衰退 台湾怎么可能性 所以用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 就可以把一切的罪过 都推给华尔街 这个正是今天把政府最惯用的一个手法 但是呢 我必须要坦率地跟各位承认 不是这个原因 因为台湾经济衰退的迹象 是从今年上半年就明显看出来的 我还记得大概在今年6月的时候就开始 在大声疾呼 我说要担心台湾今年经济要先入衰退 所以如果能够从今年上半年就看到台湾经济衰退 那显然不是因为华尔街的四代风暴所带来的金融海啸 是另外一个原因 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可以找到另外一个TJ高野 那就是北京 北京做了一件非常错误的决策 这个决策让台湾受害 听起来好像不太有道理 因为今天中国大陆被视为全球金融海啸的最重要的一个救星 可是呢 我在这边要特别谴责中国大陆 他们是让台湾泄入这场衰退的最可以获守 当然这个呢 看起来跟马政府又没有关系 只不过他们还没有聪明到 想用这个借口 让自己脱身 但事实上马政府跟他还是有关系 关系在于固然罪咎不在于马政府 但是马政府的因应跟各项对峙的策略 没有做到 所以让伤害扩大 那北京犯了什么大错呢 北京犯的大错 就是经过三十年的经济改革 二十年的经济的快速的发展 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实力在今天全世界举足轻重 甚至预估在最近一两年甚至今年可能要超越日本 变成全球第二大型经济 所以中国大陆因为发展得太快速了 而这个速度呢 两位数的成长率又是前无古人的一个经济奇迹 所以使得这些领导者飘飘人 以为中国大陆已经到了应该脱胎换骨的时候 所以他们从去年就定出一个策略 可能还更早 他的十一五计划里面就特别强调 他们的产业要腾龙换鸟 要把原来这只龙子里面的鸟 要把他赶走 换一只新的鸟 什么样的旧鸟不要呢 那种劳动密集度太高了 或者资本密集度太高了 技术太落后了 普加价值太低了 这种产业要把它去掉 换来高科技 高资本 高技术 这种新高产业 当然这样的梦 每一个各国家都在做 台湾做过 南韩做过 新加坡做过 可是每一个做这个梦的国家 通常都是做梦而已 像台湾我们做这个梦做了几十年 但是这么大陆跟这个国家不一样 它非常有行动 它想到就做到了 所以它就从去年开始 积极地筹划 到今年年初开始实施 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呢 就是全面围剿 中国大陆的加工主口业 这个围剿的时机呢 其实已经非常的不幸 因为即使还没有发生金融海啸 我们看到人民币不断的升值 而且劳动成本不断升高 使得大陆的加工出口业 在广东这一带 事实上它的利润越来越高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它们其实就是靠着一点点唯力 在勉强果言残存 即使当中国大陆在今年年初一口气 发布了劳动合同法 协议所的税法 然后把出口退税的税率降低 把这些政策同时当头照下 就使得在珠江三角洲的加工出口业 几乎没有活路 几乎全部建议 这你看到真的是哀哄片音 你到了任何一个过去加工出围的 其中心像东莞 你发现这个采放是难以形容 所以中国大陆 以它上半年六个月的力量 来做一件事情 它很成功地达到它的目标 加工出口业 即使还没有完全消灭 已经元气大伤 可是当它努力做件事情的时候 它忘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龙子给这只鸟杀掉 七个鸟还没服出来 所以当它杀这只鸟的时候 它把它的出口部门整个毁掉 而出口部门 尤其加工出口业所支撑的出口部门 正是让过去二十年 大陆经济可以快速发展的 最重要的一具引擎 所以当它把这个引擎关掉的时候 它没有想过 关掉这个引擎 这个高高飞在天空的巨无霸飞机 要怎么样继续在天空里面飞下去 所以当出口部门被它摧毁的时候 很清楚看到 大陆的成长率 在九月十月甚至十一月初的时候 大家的预告都是 两位数至少百分之九 可是到了十一月 几乎所有的人包括中国大陆在内 都马上下修它的成长率 最先是下修到明年百分之八 后来变成跑八 后来有人说大概百分之七点五 甚至有人说大概百分之五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 让中国大陆的两位数的成长 突然从天上掉下来 掉到百分之八 百分之七 或者百分之五 可是百分之八以下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 因为这个数字 连中国大陆的高层在内都知道 这是保持大陆安定的 一个必要的速度 当这个速度慢于百分之八的时候 它就很难再维持 它的社会的安定 政治的安定 区域的平衡 所以中国大陆因为自己毁掉了长城 所以它让它的经济从天上掉下来 而这个掉下来会引爆怎么样的后果 没有人可以逆掉 可是它立刻产生了一个后果 这个后果就是把台湾经济毁灭 因为非常不幸 十年来台湾经济就是靠着一个产业在支撑 什么产业呢 就是中国大陆的加工出口部门的 中上游产业 我们靠这个产业的支撑 关于是资讯也好 绑枝也好 化工也好 你都是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的经济生产率 这几年大概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 百分之五 但是不管是多少 你发现里面大概有八成 就是对中国大陆的出操 所创造 所以大陆把加工出口部门消灭了 台湾的中上游产业就立刻失掉了出路 路超变成路超 台湾经济的唯一的失速就摁塌了 台湾就没有正成长 这个是我在六月份的时候我做的判断 这个判断呢 从七月到八月到九月到十月到十月到十一月的上半 全台湾所有的官方的预测机构 甚至民间的预测机构 甚至学者站家 没有一个同意 感到